大批車流中 疑似紅色車體的東西 既然是一個男人 身穿一套50萬打造的 訂製全套滑輪服 在公路上飆速滑行 還在車流中來回穿梭五分鐘 讓民眾直呼好誇張 超高科技的裝備量身訂製 好像只有在電影中才會出現 超誇張的路面滑行 男子卻驕傲的說 那是他自己改裝的 像這樣的滑輪服速度 甚至可以秒殺一台摩托車 更在經典電影中 十二身上由成龍穿著 他意氣風發的穿梭在大街小巷 但是電影歸電影 像是該男子這樣的 擾民行徑引發民警上前關照 目前該件已經交由警方調查處理 記者陳佳兒報導 出現了 感谢观看